5月25号台北市新增本土9085例 连续几天都在1万例以下 市长柯文哲认为首都生活圈洪峰期已经过了 但依照日韩新加坡的经验 接下来四周会进入高原期 然后才开始慢慢往下降 他预言最快再等两个月 台湾就可以解封 台北市连续几天确诊数都在1万例以下 双北合计也比前一周降了一点 扣除6日假日效应 市长柯文哲研判洪峰应该已经过了 接下来会进入高原期 依照国外经验大约会维持四周时间 我们台北市的洪峰 当然就算是有黑数 洪峰应该还是在上个礼拜 那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这个波峰要维持多久了 像新加坡大概要维持四周 就要达到最高顶以后 也没有马上就掉下来 北市府监看大众运输人流 捷运公车运量掉了至少45% 民众自主防疫降低活动频率 让确诊数字没有往上飙 每天维持1万例左右 都在医疗量能可以应付范围 柯文哲认为只要政府资讯透明 战略清楚 大部分民众都会配合调整 捷运掉了47公司掉了45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交通流量 只有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的 差不多一半而已 所以为什么一直在主张 公开透明就是这样 因为市场只要资讯清楚 我们市民都自动会调整 参考日韩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周边国家经验 按照目前确诊速度 柯文哲希望大家咬紧牙关 最快再撑两个月 台湾就可以解封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 快山阳性急确诊 政策上路 台北市长柯文哲鼓励 采用通讯诊疗解决 因为第一天民众一定会有很多抱怨 但先求有再求好 会持续的修正问题 另外北市科木炸机场 中正纪念堂三个车来速 不提供抗病毒药物 有需求的民众还是得到医院的防疫急门诊挂号 台北市防疫急门诊量能 已经扩充到每天1万2以上 应付绝大多数民众没问题 为了进一步提升效率 市长柯文哲决定 北市科木炸机场 中正纪念堂三个车来速 不提供抗病毒药物 65岁以上会有需求的民众 必须前往医院的防疫急门诊挂号 我们这个防疫急门诊要轻重分流 车来速是给年轻人用的 65岁以下 比较简单的在这里大部分处理掉 比较复杂的 你就去医院的防疫急门诊 此外快篩阳急确诊正式上路 民众抱怨找不到可以视讯诊疗疗的医生 柯文哲认为第一天一定会有很多问题 但先求有再求好 会持续修正问题 让系统越来越友善 你打电话到诊所 他就叫你加烂 用烂来看病 用烂来看病你知道 那个病例怎么积载 当然还不是很完美的 但是常常是这样 我每次说先求有再求好 其实我们到现在通讯诊疗 最大问题是怎么付钱 后疫情时代 柯文哲自豪台北市政府 医化成功 政府首长轮流确诊隔离 但透过举行视讯会议 市政工作完全不受影响 也趁着这波疫情大流行 顺势把台湾通讯诊疗做起来 记者游祥婷台北采访报道 为了简化校园活动排队 检验值本小黄卡的流程 台北市教育局调整校园防疫措施 学生可以直接下载台北通 APP疫苗通行政 减少学校人员验证值本的 行政作业负担 而且在7月提前下载 还有机会抽到iPad 因应疫情升温 台北市教育局调整校园防疫措施 简化活动现场排队 检验值本小黄卡的流程 未来涉及台北市的学生 可以直接持载具出示 台北疫苗通行证 进入活动现场 减少他们验小黄卡 这样的一个人流 那我们因此的话 也就规划两阶段的一个 推广活动 分别在6月跟7月 资讯局5月初在台北东APP 推出疫苗通行证服务 校园将分为两间段试办 以线上 职本多元疫苗通行认证为原则 减少学校人员验证 职本的行政作业负担 手机上的截图 上传台北库克云 就可以参加第二波的抽奖 那这两次两波的抽奖 都各有五台的iPad可以提供 台北疫苗通行证 结合台北通APP 提供学生 一机快速进入校园的便利性 以及及时更新疫苗 施打状态的功能 而在7月底前下载 还有机会得到iPad 希望鼓励学生多多下载使用 既有长话长的报道 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 国内有94%的妈妈 愿意以母乳来喂宝宝 为了协助新手妈妈 补育的问题 政府陆续的推动 母婴亲善医疗院所认证 由专业医护人员 提供照顾协助 还有母乳支持团体 分享胃补经验 让想喂母乳的妈妈们 不再手忙脚乱 也能增加新生儿的抵抗力 一岁多的小男童活动力旺盛 妈妈分享成长过程中 还很少生病 因为生产后就听医师建议 开始喂母乳 脑部的发育 还有练习口腔咬合 还有语言的发展的话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对妈咪的好处有 减少她的产后的出血 她的出血量会比较少 对妈妈的体重的 生产的会会比较快 国际实证指出 母乳人降低宝宝感染风险 同时减少过敏现象 对妈妈产后复原 也有很大帮助 现在不只医院 能提供照顾协助 还有母乳支持团体 提供经验分享 生产后亲喂母乳 增加亲子互动 但又能顺利进行 除了听其他妈妈分享 另一半的支持同样重要 为了推动母乳补育 国内也有163家 认证的母婴亲善医疗运所 涵盖全国超过7成的 新生儿数量 帮助新手爸妈 成功喂补母乳 利用住院的期间 能够来协助 让大家知道你怎么来喂母乳 甚至于能够让母婴亲善再来一起 借着宝宝跟妈咪的几乎是亲 那么能够让宝宝适应 整个母乳苦衣的过程 根据国建署调查 全台有9成4的妈妈 愿意母乳来喂宝宝 透过增加认证医疗院所 和民间团体给予协助 解决新手爸妈可能遇到的问题 让新生儿都能在妥善照顾下 健康长大 记得邱世明台北报道 台北市东区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 一辆砂石车遇到红灯变换紧急刹车 虽然没有造成后方车辆追撞 但砂石车上的水泥也因此沿路散落 台北市警察局大安交通分队获报 立刻赶往现场维持交通秩序 清洁队跟消防队也到场 通知砂石车所属公班及水车前来清洁善后 消失车来的周晓东路跟复兴南路口 忽然急停下来 此时车上未凝固的水泥就像下雨般洒满路中 旁边车辆也纷纷闪避 原来42岁的砂石车驾驶中姓男子 跟前方车辆遇到耗置转换为红灯 两辆车都紧急刹车 但砂石车上的水泥 却因为惯性定律向前倾而散落一地 警方到现场之后立即管制并通知 这个环保局 拒绝对到场的心理 现场被发生交通事故 警方并于开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三十条第二款 环保局警察人员一被几乎 经理法自担举发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 汽车装载时所在货物渗漏 飞散脱落掉落过七个恶臭 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三千元以上 一万八千元以下罚还 因此警方事后也依规定开单告发 警方也呼吁驾驶人 行进入口时务必减速慢行 以免遇到突发状况 反应不及 两成事故 假冒检警诈骗案件实有所闻 但还是有民众受骗上当 一名有黑帮背景的周姓嫌犯 设立了诈骗机房 开人头账户 还找车手帮忙取款 组成了一条龙市的诈骗集团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三十多人受害 损失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大批猿警进到屋内 嫌犯在睡梦中惊醒 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警方压制 以周姓祖嫌为首的犯罪集团 涉嫌假冒检警和网购卖家 以解除分歧为由 要求被害人操作提款机汇款 初步清查已经有三十人受骗上当 损失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指挥成员在群台各地提领账款 那目前清查被害人超过三十人以上 被骗诈骗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有黑道背景的周姓祖嫌 从架设诈骗机房 设立人头账户到找车手取款 全都一手包办 组成一条龙市的诈骗集团 除了骗取无辜民众血汗钱外 如果旗下车手不听从指挥 还会以棍棒教训 手段相当凶残 查扣毒品咖啡包280包 模拟手枪一支 空气长枪一支 开三刀三把 折叠刀三把 球棒手机 存折提款卡等张证物 那前案申讯后 依违反诈欺体账防治法 以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移送台湾新北地检署生办 警方从年前大动作扫黑 这次以擒贼先擒王的策略 斩断金流 企图瓦解黑帮势力 维护社会治安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菜瓜不操人 萌萌萌萌 阿嬷不好意思 我要救地球 对啊 好了 你先去救地球 我来救公主啊 结店 结店 清洁家店 银河省店 你关系干了 我滑倒广告只有30秒 阿公确诊了失智症 这是我们感受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 才会让我们更清楚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输入博会 输入博会 一定要实时注意 严修人鲤火时的严谨 建议宣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 起火功能的乳气 要酸点有如火折断瓦斯装置的乳子 输入博会时 会记得保持空气的乳通 一定要定期检查善良 也要注意楼子清潔和保佑 你这个账单一个月 至少要自己对一次 银行有规定 我们跟客户之间 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 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 我知道金钱的诱惑真的很大 这个还你 我都放你那句好了 我信任你的 虽然呢 银行有很多规定 很麻烦 但就是要我们 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任 太陵路三段处的边坡呢 日前由于廉制的降雨 部分土石已有松动 师傅的养工处呢 立即进行护坡工程 将易滑落土石的边坡 进行喷浆 同时呢 加设护网 保障来往通行车辆 及行人的安全 泰山太陵路三段处 泰山太陵路三段处边坡 日前由于连日降雨 部分土石已有松动 对来往经过的行人 及车辆安全受到威胁 地方希望能稳固山坡 土堤防止落实 以保障用路人安全 因为之前连日的一个豪雨 导致我们太陵路三段这边 许多一个边坡 有一些落实的状况 那我们这边养工处 以及工所 也针对相关的一些护坡 有增设一些相关的 一些护坡的一个工程 未顾及到来往车辆 及行人安全 市府养工处 立即进行护坡工程 将易滑落土石的边坡 进行喷浆 同时加设护网 以防止土石崩落路面 后续这几天 我们还是会有一些 降雨的一些情形 也特别来呼吁 我们相关的一些驾驶人 行进我们太陵路 周边的一个边坡地区的时候 也特别要注意 自身的一个安全 那我们工所也会 不定时的一个派员 来做一个巡视 希望说提供给我们 所有乡亲一个 安全通行的一个 好的一个环境 泰山区长林庆峰呼吁 互播工程正在失作 请来往车辆要减速慢行 工程预计六月底前完工 日后将可有效防止落实 产生保障来往通行车辆 及行人安全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 近期确诊人数攀升 新庄区公所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 请求里长协助送快筛计 给居家隔离的民众 里长表示将全力的 配合公所的作业流程 将快筛计放至民众家的门口 方可间接来减轻 公所人员的工作压力 新庄新里长吴秋桂 手中拿的这包快筛计 依照区公所提供的 确诊名单通知 准备将快筛计送到 确诊者的府上 里长表示他会先按门铃 通知对方快筛计已经放至家门口 请民众自行领取 采用这样的方式 是希望能够确保 彼此近距离的接触 降低染疫风险 我们就是全力协助 我们公所来办理 就是把快筛计 逐户的送到确诊者的家里 按门铃 然后请他们到楼下 我们的放害大门那边 请他们自行下来闹 这样是确保大家防疫有个距离 防疫非常时期 李明看到站在第一线的里长大人 除了要处理里内平均的各项事务工作之外 同时还要协助区公所送快筛计计 及时加倍工作量 里长从不喊过辛苦和累质 所以大家应该给最热心为民做事的 吴秋贵里长加油鼓励 我们里长非常的辛苦 为了这段时间 疫情时间 时常这样进进出出 都为了我们里民送一些 那个防疫的 那个快筛计 都为我们里民 付出相当多的 我们应该要为我们的里长 多多的加油鼓励 现在确诊者数量越来越多 公所现在就是人力不足 那我们就是全力协助我们公所 近期确诊人数攀升 新庄区公所人力不足 并请求里长协助送快筛计 给居家隔离的民众 里长不仅乐意帮忙 而且还说将全力以赴 配合公所完成任务 方可间接也能减轻 公所人员的工作压力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 随着国内的疫情持续的蔓延 为了使长者能够有良好的健康体魄 五谷的新增里长 郑国荣里长 亲自教导长者平甩工 将通过平甩工的课程 让社区人人都学 人人都会 在这个疫情严峻的当下 让身体健康产生自然抗体 让病毒远离社区 随着国内疫情持续蔓延 为了使长者能有良好的健康身体 抵抗病毒新增社区结合礼办公室 邀请社区长辈到活动中心 由本身是种子教师的郑国荣里长 亲自教导长者 利用平甩工甩出活力与健康 Omicron疫情日益严重 然后我们新增里的社区 照顾关怀据典 同样的每一天的下午 一点到两点的期间 我们教社区的长辈做平甩工 站式平甩 坐式平甩 静坐 还有梳头 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增加整个社区长辈的 一个气血循环 跟整个平甩工的自体免疫力 新增里长郑国荣表示 平甩工简单 易学只要每天轻胸 塞手10分钟 就能促进身体的气血循环 活络筋骨 对健康很有帮助 我们觉得现在最佳的一个防疫政策 就是把自己身体的免疫力 提升到最高点 那不要让整个新冠肺炎 把我们打败 我们要战胜新冠肺炎 最好的一个防疫政策 就是把自己身体的免疫力 提到最高点 郑国荣立章指出 平甩工可以使长辈的身心灵 获得健康 希望透过平甩工课程 让社区人人都学 人人都会 在这疫情严峻当下 使身体健康产生自然抗体 让病毒远离社区 记者虎宇轩五股采访报导 端午佳节即将到来 为了要为新北市仁爱之家里的长辈 送上端午节的关怀跟祝福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亲自购买了端午节家家户户必吃的粽子 来到仁爱之家 跟长辈们一起分享 希望透过这个粽子 传递温暖的端午气氛 祝福仁爱之家的长辈们 都可以过一个开心的端午节 端午佳节即将到来 为了为住在仁爱之家的长辈 送上端午的关怀与过节气息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自购了端午节家家户户必吃的粽子 与万里区服务处的秘书陈国龙 一起来送祝福给仁爱之家的长辈 希望透过粽子传递温暖的端午气氛 祝福仁爱之家的长辈 都可以过一个开心的端午节 一年一度的这个端午节又到了 我们仁爱之家这些长辈 我代表自尊一点这个粽子 祝大家这些长辈生意 健康和端午节快乐 就是我们在这里每一年过节 我们都会赠送一些 那个家菜的这个物资过来 今年一样赠送肉粽400多颗 每年只要到了家家户户团圆的 节日系员张景豪 都会为仁爱之家的长辈 准备家菜的物资 而且都会随着节庆来搭配 挑选应景的物资内容 这次端午节送上400多颗的粽子 为仁爱之家的著名端午节来家菜 非常感谢我们张景豪议员 以及我们景豪议员的主任 陈国荣主任 让我们仁爱之家来捐赠我们 这个肉粽400多颗 让我们所有的住民 还有我们工作同仁 能够有一个快乐的端午节 由仁爱之家的主任代表收下一箱箱的粽子 共计有400多颗 主任也相当感谢市议员 在重要的家节总会为长辈家菜送上祝福 并且让仁爱之家的志工与工作人员们 也一并来家菜 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家节 仁爱之家也将会搭配着餐食 将粽子一起规划进菜单中 让长辈们感受最温暖的端午祝福 在过几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 戏纸扇勤词汇堂 今年是连续十几年包爱心粽 赠送给弱势团体跟学校 一早新北市议员周雅玲也到扇勤词汇堂 跟十几位志工们一起包爱心粽 希望大家能够开心过端午 爱心粽子送不卖 端午节前戏戏纸扇勤词汇堂好热闹 二十几位志工来到庙里一起包肉粽 洗粽业煮粽料包粽子满个不停 往年都是包好几千颗做爱心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不过今年依旧要包三千颗的肉粽 送给基隆家福中心等单位 让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满满的温暖 十几年自同建庙 我们就开始来包粽子 今年特别 今年我们要雨转大地震 母娘慈悲 花放百米七万台金 今年虽然疫情 但是需要辅助这些贫困人 不辞一切 我们还是再次来包这个爱心粽 五月飘粽香 每年扇勤词汇堂在端午佳节之前 就会包很多的肉粽 每年雅琳也都 也特别拨空会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扇举 那我有感觉到一件事 虽然一年只有包这样子的粽子 但是雅琳的手艺呢 我觉得都有在精进过程当中 包起这个粽子呢 有满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呢 我相信呢 这样子的一个扇举 雅琳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新北市议员周雅琳连续好几年 都和志工们一起包粽子 从折种叶包馅料再绑起来 几年下来也包出心得 手艺越来越好 她也感谢庙方 每年在端午节前夕 不但准备材料 还号召志工一起包粽子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爱心粽只送不卖 不过用料都是超用心 有菜脯香菇乳肉等等 在大家的努力下 一个上午就将准备给 基隆家福中心 1500克的爱心粽准备好 家福也颁发感谢状 表示感谢 从101年到目前110年 总共11年的时间 那她总共捐赠了我们家福中心 总共13000克的肉粽 他们都非常热心的 一早就来绑肉粽 就是要让我们整车 带满满的1500克的肉粽 回去今天下午 要发放给我们这些 细子区的弱势的家庭 跟一些需要帮忙的人 因应很多社团的需求 那今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每年的家福中心 还有一些公所的单位呢 依旧有这样子的一个分送 爱心粽本来是5000克 因为现在学生 大家都在家里 所以我们就减少两天斤 在我们万里去工作 前两天我们也是包1000克 给肉粽团体 动物节传递爱心 这次活动受证的包括 基隆家福中心公所等单位 妙方就表示希望一点心意 让大家过一个温暖的端午节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 营养化碳终结者 纳克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庄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好闷喔 你不要把口罩随便乱丢了 有什么关系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小姐说的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谁少丢入垃圾桶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喔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把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这才是我们要的世界 少一些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北市淡水区从这个月23号开始 淡水护震事务所针对淡水所有的住家门牌进行更换作业 预计在8月底前全数更换完成 不过淡水护震事务所表示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许多作业的这个工程都有缺工的状况 人力短缺 因此日前也发出了门牌更换真人公告 平均一个月有3到8万元的收入 希望可以征求有智者来协助门牌更换作业 新北市淡水区从5月23号开始 淡水护震事务所针对淡水住家门牌进行更新作业 预计在8月底前全数完成更换40617片的门牌 不过淡水护震事务所表示 因为今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许多作业工程都有缺工的状况 人力短缺 因此日前也发出门牌更换真人公告 向大家征求人力来更换作业 依据每个人更换的速度不同 平均一个月就有3到8万元的收入 也希望可以征求有智者来协助门牌的更换作业 淡水地区这次的一个换铁门牌 是有需要征采的部分 那我们也欢迎说我们在地的一个居民 或者是说要挑战高薪的一个民众 都能够一起来参与 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完成这一项的一个工作 他们都会穿着他们的一个工作背心 还有四倍镇这样子 那如果说有换贴到门牌的时候 也请大家配合一下 那其实这工作如果说你做得更熟练的话 一个月最高可以到8万块 那这边其实不是太困难 那欢迎大家来一起共襄盛举 淡水护正表示这一次门牌更换相较于 以往不同的是门牌颜色 从原本的绿白相间底色与字样 换成蓝绿色的白底样式 多了一个新北市的图样 而依照各区特色不同 淡水区左下角也有 在地知名的山板船 以及细阳符合淡水在地特色 而对此淡水区长也希望 征求在地熟知淡水大街小巷的市民朋友们 一起加入更换门牌的服务 也可以赚取额外的收入 那这次的一个新式的一个门牌的一个设计的话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它是介于比较中性 也不是属于蓝色 也不是属于绿色 然后又有设计出我们市府 我们漂亮的一个logo 我们的丝花 然后有把淡水区的一个特色 都呈现出来 那这次的话 当然一个设计的话 是就是我们各区 一区一特色 那我们淡水是山板跟细阳 这样是很有特色 淡水湖正事务所表示 这一次真材条件包括了自备机车 要有驾照能够独立作业 依照门牌记筹 大门牌一片八元 中门牌七元 小门牌四元 以及专责小牌三点五元一片 而更换门牌的作业人工 都会佩戴政府识别证 让住户可以清楚识别 也请民众多加配合 而对于门牌更换 真才有兴趣的市民朋友 也可以向淡水护震事务所洽询 记者许多安一淡水采访报道 今年受到国内疫情升温影响 国税局的众所税结算申报 延长到6月30号 防疫期间为了避免群聚 北区国税局淡水击证所 呼吁民众多加利用手机报税 网路申报 国立民众在家报税 举办在家报税增安心 多重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 只要民众使用手机报税 或是在家网路申报 就可以参加抽奖 投奖的奖金高达5万元 今年受到国内疫情升温影响 国税局综合所得税 结算申报延长到6月30号 而北区国税局淡水击证所 也呼吁请民众多加利用 手机报税网路申报 或者是税额失算线上回复确认 在家完成申报 减少外出避免群聚 而今年国税局所提供的 AI税务智能客服 以机器人客服模式24小时 为民众解答法规面 以及系统操作面的问题 AI税务智能客服 以机器人客服的模式 24小时为民众解答法规面 及系统操作面的问题 这个画面他们就是 法规面的智能客服 那操作面的智能客服呢 在财政部电子申报 缴税服务网的任何页面 都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小鸟 它就是操作面的智能客服 但雪地震所表示 使用网路申报或者是手机报税 都可以采用行动电话认证 进行身份验证 只要手机门号 或者是民众自己申办的门号 就可以采行动电话认证 而行动电话认证非常简单 输入身份证号码 电信业者手机号码 以及健保卡卡号 验证成功系统 就会带出所有的申报资料 民众就可以直接进行报税 使用网路申报 手机报税 都可以采用行动电话认证 进行身份验证 只要手机门号 是自己申办的门号 就可以采用行动电话认证 行动电话认证非常简单 输入身份证号码 电信业者 手机号码 以及健保卡卡号 验证成功 系统就会自动带出 所有的申报资料 只要使用手机报税 或是在家网路申报 就可以参加抽奖 投奖的奖金高达五万元 但手机证说表示 防疫期间为了避免群聚 也鼓励民众多加利用 手机报税网路申报 鼓励民众在家报税 举办在家报税 真安心多重好礼大方送的 抽奖活动 只要民众使用手机报税 或者是用网路申报 就可以参加抽奖 而投奖奖金高达五万元 记者许端一代水采访报道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初选电话民调 针对竞争最激烈的 新北市第三选区 也就是新庄区调查结果出炉 今年共有六人登记 出现六抢四的战况 其中新人林炳佑 则顺利出现 并表示 他在新庄服务也有十年时间 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 深入基层 为民发声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初选 在五月初进行电话民调 针对竞争最激烈的 新北市第三选区 也就是新庄区调查结果出炉了 共有六人登记 出现六抢四的战况 新人林炳佑 民调也有15.8%的支持度 顺利出现 高兴能够顺利通过民进党的初选 那因为虽然短短的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边参加初选 但是因为有陈文志议员整个团体的大力协助 感谢支持者让民调初选成功出现 参选人表示 紧接着将进入大选的阶段 过去在新庄服务将近也有十年的时间 期盼能有机会深入基层为民发声 林炳佑在新庄已经服务了十年 那接下来的进入大选阶段之后 也会希望就是说 能做新庄人的好朋友 用这样的角度来深耕基层做服务 面对2024的选举 新北第三选区将近有十多人 要出来搅逐七个席次 然而由陈文志议员推荐法学术士的林炳佑 如同名字的协议林炳佑 希望之后能够成为大家的好朋友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 五股新增李杨慧婷女士 担任社区理事长之后 热心地投入社区大小事务 并协助理办带领社区参与各项竞赛 均获得良好佳击 因任其届满卸下了社区理事长一职 五股区长今天特别代表市长致赠表彰 肯定她对社区的付出跟贡献 五股新增李杨慧婷女士自担任社区理事长后 与理办公室积极合作 无论是社区共参 营法俱乐部宣导紫私贷反家暴等公寓宣导事项 她都非常认真热心的全力投入 同时协助理办参与市府 甚至全国各项社区竞赛都获得良好佳击 慧婷女士长在当初担任理事长的时候 从我们的老人共参 营法俱乐部 甚至还在宣导一些家庭和乐 减少暴力的问题 大家都十分有琢磨 所以我是还得一个感谢的心 特别赶过来 特别赶过来 代表市长 感谢惠婷理事长对我们地方上的照顾 非常感谢我们洪丛连区长 特别在百忙之中 到新增来 给惠婷的一个鼓励 五股区长洪丛连表示 杨惠婷理事长应任其届满卸下社区理事长一职 今天特别代表市长致赠表彰 肯定他对社区的付出与贡献 虽然已经卸任理事长 还是要继续照顾我们的老人家 变成我们新增里 永远最有爱心的志工 人家说头前是一阵子 朋友跟这个邻居是一辈子 那我觉得说今天卸下了 新增社区发言协会理事长 我还是一日新增永远新增 那非常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洪丛连区长 代表侯友仪市长给我这个肯定跟鼓励 我会继续在新增服务 杨慧婷前理事长表示 感谢市长及区长的鼓励 新增社区是他第二个家 为自己的家乡与家人付出 他甘之如頤 今后虽然卸下理事长一职 但是他还是会持续来为社区服务 记者虎宇轩虎补采访报道 细平路上的东山国小 可以说是汐止区的森林小学 但因为时间一久 校舍老旧 所以学校就进行了校舍补墙工程 现在接近的完工了 还兼具美学 打造为森林里的小白宫 让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汐止东山国小已经90多年 不过今年的校舍补墙工程之后 整个校园患然一新 一整排的教室外墙 全都涂上了白色油漆 兼具美学设计 打造为森林里的小白宫 非常感谢教育局以及教育部 给我们一个结构补墙的专案 我们把东山国小整个的校舍 以前是走廊的部分 消防安检都没有办法通过 那我们现在就是整个的 把它扩建出来 除了扩住还有走廊的扩建 非三非四 100万的补助案 我们做了钢购楼梯 让它做了一个连结落地窗的方式 把外面的光线引进来 那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目前打造的呢 就是一个森林中的小白宫 在中央以及市府教育局的经费补助下 让东山国小校舍结构补墙 兼具美感 连楼梯间也成了打卡拍照景点 值得一提的是 二楼的女儿墙还多了展示功能 可以摆放小朋友逃逸 或是其他美术作品 改变后的美丽校园 让小朋友都好喜欢 学校整个围墙上面都是白色 就是觉得很美都是白色 可以摆放很多作品 就是让大家欣赏 这次学校在进行校舍补墙的时候 一并也把我们的美感 现在整体学校的感觉 好像一个是全部都白色的 好像一个小白宫的感觉 那除了漂亮之外 我们也兼顾了这个功能性 这个应该是我看过首创的一种做法 把我们小朋友的展示空间 摆在我们的这个围墙上 那另外包括我们楼梯间的一个采光 我们也都已经设计好了 那包括一些设计 就好像来到那种 这个家具展示中心那种感觉 让我们的小朋友在一个富有美感的一个环境中 学习快乐的长大 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这一道女儿墙 设计了镶嵌的一些玻璃柜 玻璃橱窗的方式 让小朋友的作品可以展现在这个地方 这里总共有86个柜子 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他展示的空间由他个人来设计 女儿墙设计了近百个展示小橱窗 接下来也将作为孩子们成果展示的空间 经过改造后的东山国校 提供小朋友更优质的学习环境 这一场惠林细致裁缝报道 我们家小朋友他读的是准公共的幼儿园 这次的补助在家嘛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觉 代表政府有看到我养家的辛苦 我们 我们 我们养家很辛苦 从八月开始小朋友上学 每个月只要三千五 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 像是神教育基金 对啊 爸爸要买优戏机 什么优戏机 没有没有 吸尘器 吸尘器 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呀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90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付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可上卫生福利部长照专区查询 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车怎么开的 你怎么在开呢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宝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坏 三 标会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四 无人受伤时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波 化 移等就对啦 新北市议员王威远长期力挺医护 经常没和在地美食店家 送餐未落三重综合体育馆筛检站的医护人员 三重一家在地建商得志之后 也响应捐赠了51份的巧克雄环岛餐车的美味汉堡 一起为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疫情严峻 三军总议员松山登院奉中央指示 到三重综合体育馆设置PCR筛检站 与三重乡亲共同抗议 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 三重在地企业结合建设 特别透过新北市议员王威远梅盒 捐赠51份巧克雄环岛餐车的美味汉堡 给医护人员当下午茶 补充元气 今天刚好借由威远议员的牵线呢 那巧克雄刚好也来到三重 那一年来一次三重 那我们很有缘分可以供应这个巧克堡 给为我们的医护人员加油 那谢谢他们来三重做PCR的检测 新北市议员王威远长期力挺医护 经常没和在地美食店家送餐未绕 这次能获得在地企业的响应 让王威远相当欣慰 非常感谢我们业理事长夫妇 他们这个看到威远脸书上 每天都有来支持我们这边PCR筛检站 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的这个午餐跟饮料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地方的善举 应该大家共同来响应 所以他们特别准备了今天下午茶 我们这个巧克雄的餐车排队美食 那一起来给我们的医护人员来加油打气 王威远指出快筛杨士童确诊全面实施后 三重重合体育馆的PCR筛检站 将改为防疫级门诊 继续为三重的乡亲服务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挺过疫情难关 记者仁宏采访报导 防疫部分你我新唐城有线电视 跟大新店有线电视 共同捐赠两万片口罩 给新北市警察局的新店分局 希望让一线担任高风险勤务的基层远警 能有充足的防疫物资 做好自身防护 安心执勤 保障市民的安全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烧 确诊人数居高不下 让许多一线的警察在执行时 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威胁 有感于基层远警首当其冲 不管是受理民众报案 到现场处理案件 或是进行相关场所领检 都必须要佩戴口罩 为了让远警有充足的口罩更换 大文山地区的大新店 以及新唐城两家有线电视 25号联手捐赠了两万片口罩 给新店警分局 由于最近的一个疫情一直延伤 那这个我们新店分级的一个同仁 他们的工作非常繁重 那也非常的辛劳 那有线电视这边为了散尽社会责任 那回馈社会 那对我们的警察同仁 这是我们捐赠了两万片的一个口罩 给新店分局 希望他们能为我们民众做更好的服务 也是疫情的关系 那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上 我其实对我们警消的弟兄 我们个人在公司这边也是觉得 要特别的善精一点义务 那在这边也提供了一点点小心翼 和口罩 希望能把我们一线的人员这边可以做一个保护的动作 新店警分局副分局长曾锦秀表示 非常感谢地方企业的用心与关怀 让身在第一线工作 并且担任高风险勤务的警察同仁 有足够的防疫物资 能够做好自身防护 借此降低风险 安心执勤 保障市民的安全 在这一波疫情升温之下 那我们本分局收到我们大新店跟新唐城 两家有限电视公司捐赠的防疫物资口罩 那我们感到万分的窝心跟感谢 那我想我们本分局会持续用行动来守护我们的市民 那在这边也代表我们新店分局所有的同仁 向你们说声 谢谢你们守护警察 大新店有限电视与新唐城有限电视指出 有限电视在地耕耘 有责任善尽地方企业责任 期盼能够共同为防疫尽一份心力 守护警察与民众的安全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疫情严峻 难免让人感到焦虑 新北市的新店区中山里关怀据点 在每周二规划了太极气功课程 虽然透过太极气功让长辈们练习吐纳呼吸 提升肺活量功能之外还可以稳定情绪 新店区中山里关怀据点从周一到周五早上下午都安排了不同的课程 一周下来有十个时段每个课程都各有特色 每周上午就规划了太极气功 由陈寅娇老师带领着长辈一起进行 从暖身开始再将太极气功18式每个招式进行细部的讲解 并且演示一次 陈寅娇老师表示因为疫情关系让大家都显得相当焦虑 透过气功的修炼可以让人平心静气 我发现大家现在就很焦躁很焦虑 我觉得说练气功可以让人静下来 而且如果你那个吐纳可以做到很好的话 其实对你的免疫力对你的治愈力都是很有效果 跟着台上陈寅娇老师的节奏 长辈们或坐或站跟着打着太极气功 这里的老人家步伐都已经八九十岁 但愿意出来参加课程相当难得 虽然太极气功有十八式 但更重要的是要练习吐纳呼吸 对于提升肺活量和血氧都非常有帮助 其实招式不重要 就是那个练习吐纳比较重要 就是你的气啊 像现在有的血氧啊 呼吸啊 肺活量啊 你这样慢慢的练习 长期来讲是非常好 而且你坐着也可以练 就是你不多动作 你就是练习呼吸 那也是非常好的 即使坐着也能够练 这是陈寅娇老师最强调的一点 尤其在疫情之下 难免心情会受到影响 更期盼藉由课程稳定老人家的情绪 身心才能够真的乐活又健康 记者陈小丹采访报道 受到疫情的影响 新北市乌来国中小富社幼儿园 今年停办母亲节庆祝活动 学校改推出特别企划 有娃娃车载着血统回家 将亲手做的礼物 跟康乃馨送给妈妈 让妈妈们都相当的感动 也让乌来部落洋溢着温馨的气氛 娃娃车穿梭乌来区大街小巷 带着乌来国中小富社幼儿园的小朋友 要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乌来国中小富社幼儿园的 母亲节庆祝活动因此停办 不过孩子们祝福妈妈的心意 并没有因此停歇 5月6号上午 小朋友带着自己DIY的礼物 还有康乃馨 坐上学校的娃娃车 准备给妈妈一个惊喜 娃娃车驱车 前往了乌来部落与中指部落 每个小朋友的家中 来到家门口 小朋友开心的手拿自己做的卡片 与康乃馨送给妈妈 还跟妈妈来个爱的亲亲 现场充满温馨气息 而妈妈们看到孩子送来的礼物 哥哥感动在心头 一句母亲节快乐 相信再多的辛苦也值得 乌来国中小富社幼儿园 这次的母亲节特别气话 让乌来区的部落 弥漫浓浓的母亲节欢乐气氛 学校也期盼 虽然因为疫情缘故 少了母亲节活动 但是孩子们不能忘记 感恩妈妈的辛劳 借由一年一度的家节也表达对全天下妈妈的敬意 记者沈小旦采访报道 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